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在中国 穿越的题材屡见不鲜 可美国人要怎么穿越呢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男子进入冷冻试验 穿越到200年后 发现小鸡比人高的脑洞电影 奈尔斯是一间食品店的店主 去医院看病的过程中 意外遭遇了冷冻技术 没想到这一洞就是200年 当医生把他从沉睡中唤醒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唤醒他的这些医生 是反对残暴极权统治的反对派 这些人把他带到了一个树林中 想让这个资料空白的人 到政府里当间谍 不过私自唤醒冷冻人 是不被政府允许的 如果他们的计划被发现 就会被消除一切记忆 可是医生还没有把计划 和麦尔斯说完 政府人员就已经找到了这里 慌乱中医生被抓了起来 反而是麦尔斯跑了出来 虽然麦尔斯不会使用现代的技术 可这些警察也不是很聪明 反而让麦尔斯混进了机器人仓库 就这样麦尔斯化妆成机器人 逃过一劫 并来到了大富豪 露娜家做保姆 但是他根本不会用现代的科技 洗衣服把衣服烧焦 做饭也和打仗没区别 还争着和客人玩玩具 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呀 但糊涂的客人并没有发现 他是个假机器人 不过露娜还是感觉到 这个机器人有毛病 就把他送到了维修中心 当看到这里的机器人 都要被销毁的时候 他利用自己滑稽的表演 成功地逃了出来 并劫持在外面等他的露娜 当安全之后 他向露娜解释了自己的目的 并希望得到露娜的帮助 但露娜怎么可能帮助他呢 在大叫了一段时间后 露娜被自己的肚子出卖 让麦尔斯帮他找食物 然而现在的食物 在经过科技的培育之后 一个装置上能找出很多种食物 而且个头硕大无比 就连养的小鸡都比人高 这科研技术要是在现在 农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吃了食物的两人有了力气 就找了一户人家借宿 有了机会的露娜趁机报警 可当警察找来的时候 竟然要把露娜抓回去 消除记忆 原因是他和叛逃者待的时间太长了 就这样 露娜和麦尔斯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麦尔斯穿着太空服 带露娜逃了出去 有了这次的境遇 两人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乐趣 就在两人产生感情的时候 警察再一次找了过来 麦尔斯把露娜藏了起来 自己却被抓走了 之后政府消除了她的记忆 还让她参加了选美比赛 麦尔斯以全队唯一男性的容貌 成功获得了冠军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之后 麦尔斯成了这里的工作人员 每天有条不紧的工作着 而留在森林的露娜 过起了野人的生活 这天 她被一个反政府军给抓了 于是也加入了反叛军的组织 她找到了麦尔斯 并把她带了出来 在露娜情声中 麦尔斯恢复了记忆 并打算将计就计 先混进政府内部 找到大统领伺机动手 却不想 大统领在上次的暴乱中 被炸得只剩下鼻子了 政府为了复活大统领 就计划利用大统领的鼻子 克隆一个新的大统领 然而这项计划的实施者 刚好就是露娜和麦尔斯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于是露娜和麦尔斯 在实验室一番滑稽的神操作后 就想把鼻子藏口罩里给带出去 可其他工作人员也不是瞎子呀 就这样一场追逐游戏再一次上演 在逃亡的过程中 他们把大统领的鼻子压成了一片白纸 这下想再一次克隆都没有机会了 不过逃出来的麦尔斯并不高兴 因为他知道 就算反叛军接管了政府 他们也会变成下一个大统领 就这样 麦尔斯带着露娜离开了这里 过起了甜甜蜜蜜的幸福生活 其实这部电影和傻瓜进化论 没什么区别 主要就是让大家释放压力 开怀一笑 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也笑了的话 就关注一下呗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